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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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从此走路就老想一二三四五 就已经被洗脑了 听说这个歌在网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我必须要给大家完整地介绍一下 它为什么火了呢 开始傅迪生老师发给我的时候 说你听听 我说特别好 我说这得推 他说你帮我先推一下 当然我也知道现在网络有一个红人叫王芳 对不对 是 我说王芳能不能帮低声两口子把这歌推一下 他问我给多少钱 你说我是那样的人吗 后来我没办法 后边我就是发一笔钱 他给你发一次 发一笔钱他给你发一次 这字火了之后呢 我现在就是说这钱谁还呢 这个后半段我前面我信 后边我绝对不信 我是真心觉着 这歌太好听了 因为我觉得现在呢 就歌很多啊 但是呢能够让你洗脑了 就走路的时候老想跟着这个节奏走 这个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说 其实傅迪生和仁静的这个符号呢 是相对比较久远的那两首歌 和最早一点的那首 众人滑脚开大船 那从其量应该是一个久远的美好的印象 但是这一首《刀燃密发骚》呢 就说明他俩没有落后 还很前卫 这是典型的网络歌曲 对 这是典型的洗脑歌曲 这是谁做的歌啊 这谁给你出的主意 是不是有一次我给你出的主意 你出起发了呢 各位 任何特 Lit 如果让你出具意